兩位議員 詞 الي� 佳佳議員 繼續開會 這節是四位議員的聯合諮詢 跟四位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你們聯合諮詢 也經過我同意 讓你們四位聯合諮詢 那就不要再增加其他的議員 如果增加其他的議員 還是打一聲招呼 這樣好不好 這一節是 這一節由陳梅娟議員 如果要增加其他的議員 就跟我講一聲說 你要增加其他的議員一起來問 這樣子比較符合我們整個的議事規則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我們四位議員延續剛剛的市政總質詢 我想剛才針對食安問題 我想這是我們專家的市民朋友 都非常重視的 因為畢竟 我們從去年開始有我們的黑心食品 包括我們的豆油 包括我們的種種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都是我們的市民朋友包括國人都非常關心的 所以我們剛才我來做一個結論 就是希望我們高雄市政府 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機制 因為很多事情 雖然像市長都要講的 很多都是假設性的問題 都是可能會發生的 因為假設就是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嘛 那但是我們高雄市政府建立好完整的機制 做好最好的準備 我相信就算是事情 我心意喔 我們的高雄市政府也會是全國算是應該是最好 做好最帶頭做這個準備的喔 所以我也請市長喔 能夠針對我們剛才喔 所提的一些意見喔 能夠 市長我沒有請你回答 就是能夠好好的喔 請我們的市府團隊喔 繼續再來做努力 相關局處也針對這一個問題喔 再來做繼續的努力喔 再來我們想要針對喔 我相信 稅收的問題喔是這一陣子喔 大家也一起吵得沸沸揚揚的喔 呃為 既年 為前年的我們的交通法款 到我們既年的我們的污水處理費 的收入 然後包括到我們今年的地價稅 還有我們烏克尼美女的增加的房子稅 我相信這個財財每一項都是在在在我們的市民朋友 辛苦喔 在在我們的市民朋友當作是ATM的提錢喔 呃我要來講的是說 我感覺現在吼我們的中央政府跟我們的地方政府 都是 算是一個無感的政府 什麼叫做無感的政府 就是無法感受到人民痛苦的政府 因為我們一直在增加我們的賦稅吼 我們的人民 在我們萬物接掌的情況之下吼 只是我們的薪水沒有去 啊 我們的市政府包括我們的中央 又沒辦法感受到我們的人民的痛苦 還有一直在人家去我們的稅吼 我想 一個 有為的政府啦 在過去我們都在說一個有為的政府 應該要是做的好的政策是要讓人民覺得有感 可是現在我們的政府 變成是 政府無感了 人民很有感 但是這個有感吼不是幸福的感覺 是很痛苦的感覺 所以我在想 呃我們的高雄市 我們的第幾歲吼 這次吼 一次漲足 漲了32.52%啦 雖然說 呃我有聽到前幾次我們很多議員的質詢吼 都市長的答案都是說 我們的漲幅吼 算是比較小了 算是六都裡面的第四名 可是我要讓我們的市長看一個表格吼 這個是呃我從蘋果日報抓的吼 雖然我們的呃六都的公告地價漲幅吼是我們的 全國第四 可惜 我不知道市長有 去主委看到嗎 我們的自用債的美戶的平均增加吼 算是全國的第2名我們僅次於台北而已 那包括我們的呃 平均的漲幅的那個 好像是300多塊吼 也是我們的 算是第3名啦 呃我們調賞了這麼多的地價稅 可以替我們的市政府吼 增加了今年可以增加了30億的稅收啦 也就是由去年第幾歲吼 我們總共是增加了94億 加上今年可以增加30億 因為說 增加了總共要130億的稅收 我想吼 我們的市政府吼雖然稅增加 可惜 通口條是什麼 當然是我們的老伯子 我相信我們的呃 陳菊市長一直是一個很苦名所苦的市長 我也相信我們的黨局市長一定會替我們的老伯子來想 所以 我認為說吼 這種稅收增長了以後 很多東西絕對 雖然說我們的製用宅可能 呃增長的只有一點點 可是有很多 我們的 我們的做房子的 包括是我們的做土地的人 你屋主 地價稅費漲了以後 他會轉嫁到什麼身上 當然就是轉嫁到租金身上 轉嫁到租金身上 你如果是一些做小行李的 他會轉嫁到什麼身上 當然就是轉嫁到物價上面嘛 啊 最痛苦的也是就是我們的老伯子 呃我最近有看到媒體有在報到 就是因為我們的地價稅調漲的關係 所以 加工區 包括我們的一些工業區 我們的租金也跟著調漲了 我不知道我們的曾局長 我們金發局的曾局長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消息呀 曾局長是不是請回答一下 請曾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謝謝黃議員喔 其實我們有很多政府的土地等等的都跟著公告地價在走 就是他的租金 這件事情去年 調升公告地價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相關的訊息出來 收地價稅 是比較晚的事 所以也是有影響到嘛是不是我們的工業區的 一些 租我們工業區包括我們加工出口區的這一塊都是有受到影響 因為地價稅 對 不是地價稅 是公告地價 是 公告地價是這樣子 是內政部要求在去年的時候要求 各地方政府 要讓公告地價 接近市價 我想說這件事情你一定知道 好 那 租金是怎麼算的 租金是公告地價 乘以租金率 如果政府 中央政府的政策 當時 是要求公告地價 接近市價 那麼就要考慮到 在租金率上 同時要做一個合理的調整 我們不管是跟經濟部 交通所有區 或者是跟 科學園區管理局 反應的意見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 租金最後是公告地價 乘以租金率 那你說公告地價漲了 租金不應該 漲得這麼快的時候 你應該要適度的去 調降租金率 你了解 就說 我有反應過這個 意見 你有反應過了 是 好 那我想 我們的 台灣的一個整個 經濟的環境 包括我們的整個投資的環境 包括我們所有的 產業正在面臨很重大的改變 包括這個是一個過渡期 卡蘇公了 因為 我們的公告地價 包括我們的地價 還有可能未來 房屋稅的關係 來影響到我們的 企業 選擇投資在台灣甚至是投資在高雄 他們的 權利的話 我覺得這是我們市政府 要好好去輸購 我相信 去年因為 我們都知道 去年的我們的 公告地價 因為中央政府的關係 所以 我們有去提到說 因為要抑制房市的交易跟價格的政策 所以 各縣市 也都調漲的公告地價 來符合 實際的交易 行情 我想很多政策 雖然是好事 可惜 當政策影響到市民的權利 包括影響到企業的權利的時候 我認為這就是政府 要做頭 要出面 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我也希望說 市長針對這一塊 是不是 我剛才所講的這一塊 我們市長是不是能夠有一個答覆 謝謝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知道 我們今年地下稅是三年一次的調漲 這個部分 我們是根據 104年 那時候還是 馬總統時代的內政部 是正式公文 要求各縣市 調整 地價稅 一定要 貼進市價 否則 我們所有中央統籌分配款 一般補助款 專案補助款 如果我們不調整貼進市價 那可能 將來他們在中央的補助 就會相對的減少 104年 那個公文 我可以 給黃議員做參考 那我這是第一點的表達 第二點 我是認為 我們現在在高雄市 一般 我們現階段 我們的 自用 我們主體 或是一般土地 這個部分 跟幾年比起來 一個自用自貸 增加320 比幾年比起來 增加324 一般的土地 增加1,094 在我們六都 其實我們不是條件最多 但是 地價稅的所有條件 也不是加稅而已 還有很多公平正義 如果說 都市發展到一個貨幅 市政府投入 很多的公共 設施 百分之二 百分之 差不多 百分之1.8的人 他的地價稅 因為 整個城市的變遷 都市的計劃 他們的地價稅 都 起到幾十倍以上 我覺得 只有這少數人 他們的地下稅 其實是增加 增加這個部分 如果說 我們沒有配套措施 當然 可以有的人 你很高興去說 那是我的 自用的主題 他不是說我有幾個建築 這是我自己的主用 這樣他的地價稅 自馬上會下降 另外農地 農用 是不課稅 另外我想 如果防疫那邊有少數 很多個案 這個部分可以申請研究 或是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樣 對於負擔 貴大 太大了 這個部分我們怎麼來協助他 這個部分我們都願意在這個部分來努力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剛才有提到是104年公告的 可惜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地價稅 就是我們的地坑稅 所以 我們的雖然中央有規定了 中央有要求了 可惜 我們的 我們的調漲幅度我相信應該是 高雄市政府有一個 地價評估的委員會下去審核的 也有議會的代表 地價評估委員會也有議會代表 可是議員好像是反對的喔 就我們所知的 李議員好像是反對的 啊所以吼 我也是希望說吼 針對這一點吼 因為 我們看到市長有說到非常 就是說有很多 針對個案的問題啊包括 針對一些比較貧困的 等等之類的問題吼 能夠另外再來做 做說明吼 可惜市長 我要跟你報告的是 當地價稅調漲了以後 租金也跟著漲 那很多的政策都是針對於屋主 包括針對地主 你的資金蓋起來以後 我們的市政府有給大家可以延後繳款 或者是分期付款的方式 重點是 你的資金蓋起來了 有可能說 我的這個屋主給你收 你的那個 定義說地主或是租主給你收錢也給你分期付款 不可能 也是一次收起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裡面有很多是還要我們在好好來檢討好好來討論的 我也希望說我們高雄市政府的相關局處吼 能夠針對這一塊吼 能夠再來做一些努力謝謝 市長 其實 從 前年開始 交通罰款開始 到去年的用戶接管 到今年的垃圾 垃圾 費用 高漲 到我們現在的地價稅 未來還可以預知的是明年的環屋稅 我想這一路過來 民眾對於政府 一直在跟人民 從他的口袋裡面拿錢 他們的反彈 我不知道市長 你聽到這個聲音了嗎 你可以回答一下嗎 請市長回答 好謝謝 謝謝陳一言 我還是要說明 如果交通滑緩 也是牽涉到微緩交通安全 那我想 有很多也是節省用水 如果我們土地漲價公共化 也是市民 今天這個也都是市民共享 我會覺得人民當然 有一些意見跟聲音 我覺得市政府的團隊 針對大家的很多意見 然後我們會很深刻的去思考 好 市長你說你願意去思考 事實上我們最近到很多的大樓去開租戶大會 幾乎是民怨士氣 幾乎大家都在抱怨 從 過去年一直在 漲漲漲漲漲到現在 我記得 林全市長上台的時候他有說過 他們上任之後什麼都不會漲 但是不是啊 到現在怎麼都在漲啊 所以老百姓已經受不了了 曾經很多的豬告訴我們要我們帶領他們到市政府去抗議 所以市長 你 你有沒有苦民所苦 當然我講你講的都是一個大方向的政策 但是老百姓他們知道他們真的很苦 現在經濟狀況又不好 當然很多失業的 包括剛剛我們黃燕眼講到那個租金的問題 房屋地稅 地價稅的問題 你要知道其實有很多人他們 是繼承了家裡的產業 但是那個地 他們要繳一下子漲那麼高的地價所以他們根本負擔不起啊 所以他們甚至被迫要賣這個土地啊 所以你說極少數 那也是我們的市民啊 極少數也是有好多人啊 市長你不能夠說因為那只是極少數你就必須犧牲他們 的權益包括他們的新生啊 而且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很在乎的是市政府 你們到目前為止 對這個地價稅明言士起 你們有沒有什麼 因應的對策 你要宜蘭 宜蘭的政府他們有要求退回 重審 桃園他們有打八折甚至打六折的做法 我們姑且不談這可不可行 但是我再一次重調 人家政府就是有作為嘛 有為民著想嘛 苦民所苦 他們知道人民對這樣的東西 對這個賬價的事情對他們來講是真的很 他們很痛苦 他們有的人甚至無法繳這個地價稅 甚至被迫要賣主產 所以市長這個問題 不是我們只是檀面上政策上的問題 而我們要人性化的去考量到我們人民的感受 所以陳如剛剛我們黃遠講的 人民 最有感 是 市政府就無感 我也希望市政府一定要好好去思考這個部分 包括 你們不要一昧的一直想要賬人民的稅 這個比油店雙漲還要嚴重啊 而且我要告訴市政府 你們如果有所作為的話 你們應該要想辦法是 盡量增加高雄的產業 真好好去招商 讓高雄的產業能夠更蓬勃 更發展 我相信 如果人民有錢 也許人家就不可以跟你計較這個 稅金的問題 但是 人民現在苦哈哈 而且產業又那麼蕭條 我們 我們 人家說 賬最無法 啊 民眾 給錢最有辦法 最無法 所以我希望 市長 還有我們各位團隊 相關單位 你們要好好的去思考 有沒有什麼政策 雖然我們 你們講說這是 104年 中央政府要求你們三年要調整一次 但是這是地方稅啊 去年 既然你們都已經訂了 那明年有沒有辦法去考量 重新來評估 是不是有辦法 因為這個不是 這個裁量卷是在 地方政府嘛 中央只是期望 你們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但是能不能 讓人民 能夠不要一下子 漲那麼多 動股指數這麼的高 有沒有可行的辦法 我希望政府 你們要拿出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為人民著想的一個心情 好好的去評估 好好去思考 有沒有什麼對策 明年是不是能夠 再重新來 重啟這個 遞交評議委員會 來考慮 而不是一面認為說 把所有責任丟給中央 是中央要我做的 但是問題現在 你們也開始執政 你們是全 完全執政 你們就要完全負責啊 你要對人民負責啊 而且這個稅 我相信 這個也是 那給我們的政府嘛 那你要讓人民能夠承擔得起呀 不然 我們一直拼命收稅金 結果看了我們老百姓 大家 倒得倒 為了這個 甚至有人 繳不起 稅金 自殺的也有 那你看 這樣子 我們政府要的嗎 我們有 真的落實到照顧 我們的市民嗎 那你要這個稅 你是 你是在建設地方 但是你有罔顧人民 生命安全嗎 這個不我想市長 你們真的要好好的去評估 去思考一下 市長 我 延續我們兩個議員的 跟你的一些討論 剛才 市長有提到 你說 你們團隊會深刻的去檢討這個問題 我想地價稅應該也在11月底 都已經在法定時間內要繳繳嘛 我想要再請教我們 市長一個 那你應該也聽了很多市民朋友對這個第價稅 今年去這麼多 這個 艱苦的心聲 市長你有跟你的團隊 有跟他們 交代要求說要來演繹一些什麼辦法嗎 市長你敢不可以在這裡比較固定 你應該跟大家說明一下 請市長說明 謝謝 感謝 鄧議員跟院議員 鄧議員你剛才所說 有一些資訊 讓宜蘭是農舍農地 這個問題 完全不一樣 你說 土豐 市政府有所作為 港百分之六十八十 這都是錯誤的信息 中央對整個地下稅 全臺灣六都都是一致 那高雄市政府面對 百分之 一點 差不多 1.2 差不多1.2左右的市民 因為 他的土地 稍微刺激多很多 在這個部分 一般 我就說過 一般你自用的自替 一般的土地 他的增加 到幾年 賣起來 一個增加 324塊 一個增加 1千坑到14塊 并沒有增加 這個人口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另外 就是說對這個 揪手 就說他可以 我也跟 財政局 部分 說過 有的人 說 我這個部分 增加這麼多 我自己 我的祖先老 給我這個 這個 這個土地 這個 住貸 你今天改去 說的是你自用的住宅 這樣的話 他的房價 市長我請教你 你有聽到八生 在說 我們土地 這個 地價稅 太多了嗎 我問你 你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有嘛 有 他說那個祖先老 給他才的土地 如果他這個土地不是大批的土地 就不可能漲很多 如果他大批的土地 市政府 全體市民的投入公共建設 大量的把這個地方完全 地價 已經跟過去有180度的不同 我想 漲價歸功 市民共享 市長你剛剛講到說因為地方的發展 所以那個 稅金就漲嘛 可是事實上我們現在知道像我們左營 男子佑昌那邊 那邊的價是幾乎快百分九十幾塊一百耶 他們我有朋友來跟我承請 他們去年繳五萬多塊 五萬五 今年繳 10萬年五千 幾乎已經是快對倍了 那你說舊部落地方有什麼重大建設 沒有啊 那個地方有建設要不然土地怎麼會 怎麼會 佑昌舊部落怎麼有什麼重大建設 所以 市長你剛剛有講說有的幾百塊有的幾千塊 可是你要知道 那個幾百塊幾千塊 對一個貧窮的人是多重要的 的錢嗎 他們不是貧窮的人 陳妍我幹嘛 金額會那麼少 當然就是 他的金額一定是 貧數已經不大嘛 可是問題對他們來講 他們也是要買菜啊 要怎麼生活啊 有的人幾百塊幾千塊 也是很困難啊 為什麼呢 我那麼中中低收落 為了那幾千塊也在努力爭取呢 沒有 低收入戶 而且我跟妳講市長 你剛剛跟我講說 我剛剛講的訊息是錯誤的 我也必須要跟你講 因為這是報紙報的 我不管他是不是錯誤 但最起碼 有這樣的一個新聞出來表示一定有這樣的事情 人家才會爆出來嘛 那不管他我剛剛講過 不管對 或不對 可行或不可行 重點就是 讓我們 其他位先生看到 人家的政府 有作為嘛 有為人民在著想嘛 那我今天只是在乎說 高雄市政府 有沒有什麼作為 有沒有什麼 要讓我們人民有感嘛 讓我們的高雄市民知道 市長你是在為我們著想 雖然這是中央的政策 但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也要為我們人民 來做更有利的對策嘛 是不是這樣 我們針對 少數 你說他們那些 他們這都不是 他們是他們 土地很大壁 市委已經都起序 地價跟一個貪責 市政府地價稅 在地價評議委員會 這個部分才會提高 絕對不是說 少數 極弱勢這個部分 這些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不要混淆 那另外我覺得 這個部分 如果說今天我提出來 說我可以降百分之八十 改為可以百分之六十 我想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 如果 如果我做不到 我會認為我不會 空水 報紙 這樣欺騙市民哪有 沒有啦市長我想是這樣啦 剛才你也有回答我說 你也聽到有一些市民朋友在說 都起太多 你真的有聽到嗎 當然 他們的說 我們是不要說他好也算 但是這就是 有感 百分的有感 同時 油電雙漲 起也沒有這個 油電雙漲 是每一個人 那地價稅也是每一戶都漲 這是民生必需品 大多數都是 所以 市長我們這邊 還是要請教市長你 你有把你的企務團隊 你的財經團隊 你的地震局的團隊 剛有去要求他們 做一下思考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或企劃 有還是沒有 第一個有沒有分 希望他們 如果說少數 雖然他擁有大筆的土地 但是他土地還沒有處理之前 他可能 在一時要繳納有困難 我們這個應該 分期繳納 分期之外呢 那我們會認為讓他們 如果有一些 有沒有可能再延期 延期 的困難 我跟你講 你說分期也好 延期也好 我想這個跟市民的期待 還是有點落差 我相信市民朋友他要的是 總數要降低 這個才是他要 你先不要講那麼快 市長 我 520之後 我們國民黨團也很肯定市長 你到中央去幫高雄市要了更多的建設更多的預算 但是我希望以你市長 你在你們黨內的高度 跟你的聲望 跟中央 這是個政策性的問題 大家都承認 大家都可以接受 中央 中央要求 雖然說 我們的評議委員會 來決定的這個數字 但是我希望 既然是一個制度面的問題 市長 你怎麼可以 把這個政策 提到中央政府 希望以後 這個制度 要怎麼改變 包括可能涉及到 稅率的問題 稅法的問題 我們都樂觀其成 那我覺得 黃議員這個意見 如果謝謝黃議員 對我的指教 跟 這麼的 一個台局 我但是 為了高雄市民的利益 那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我跟林全院長 那我會針對 這個部分 今年實施 他們不可能今天 我們的政策上 有所改變 但是 我覺得說 對於地價稅 包括明年有可能的 黃屋稅等等 那我們願意在這個部分 我們會表達高雄市民的 新增意見 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 在這個部分 我會 希望中央 大家都必須非常 審慎 瞭解人民 現階段 整個一個 若干的市民 他的困難 我是希望市長 你能夠真的很重視 這個問題 謝謝 因為執政者 經濟是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謝謝 他涉及到人民的口袋 喔 而且 我們在部會的時候也跟我們的地震局長做過很深刻的討論 地震局長講得很清楚 地價稅要蓋多少有五個條件 其中包括 社會的經濟狀況 北省的收入的能力 這就是 台灣社會普遍現在大家經濟買的時候 大家都是叫苦連天啊 市長 所以才會變得有感 否則的話 如果只純粹 喔 不管你說是中央 集團的 還是裡面有一個項目就是 市府的財政能力 而會加這麼多的話 我想 背省 直接啦 市長你先請坐啦 地價稅的 加稅 其實在我們黨團來看 只是 其中的一個部分 我們今天說 市府在收錢 大搶錢 百姓真可憐 我很快的時間讓市長你看 我們從104年開始 我們高雄市政府 給我們高雄市民 加家的戶水 一百空四年 我們民政局的殯葬處 我們的規費開始增加 以前沒有收的 現在都要開始收費 104年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近年 我們的地價稅之外 我們公寓大廈垃圾清理費也漲價 這個都是我們所有被承請到的項目 然後請問一下我們民政局長 我們 剛剛單單我們 殯葬處 我們一年 就 多收了多少的費用 局長你有沒有這個數字 請回答 主席 謝謝議員 我們殯葬處我們去年的收入是 4億7千多萬 那今年到11月底 目前是4千4百多萬 那我們預估到 4千多還是4億多 4億4千多萬 今年 那我們預估到年底 大概我們會增加2到3千多萬 2到3千萬 那你請坐 我們的水利局 局長 我們污水下水費因為你收了處理使用費 水水費徵收 一年 我們不講事業的啦 就只純粹加戶的 一年 多收多少錢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那關於這一個 一般的那個家庭用戶的話 在今年度收了金額大概是 3.7億 左右 3億7 那明年度的預算的邊列就比較少 大概是 家戶的部分大概是 2.4億 就兩三億左右 你請坐 我們這地價稅不用講了啦 我們處長在吧 我們處長你 我們讓你回答 我們這個地價稅會大概多收多少錢 請回答 謝謝那個議長 謝謝那個 黃議員 我們去年的地價稅大概收了95億 那今年的地價稅因為公共地價的調高我們預計呢大概可以收到 一百 一百二十 九億或二百大概增加三十億左右 大概增加多收三十億 來你請坐 那最後我們問我們的環保局長 我們公寓大廈的垃圾清理費 市長你聽到你還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們大樓的 這是 請你這個本舍 一頓一千七要漲到兩千塊 來 我們局長我們這樣子明年會多收多少錢 在這方面的試算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以前 整個公寓大廈 委託清除業 這個部門是全部都併到 事業廢棄裡面去了 是沒有相關的統計的資料 那如果我們試算就是 是高雄市現在 從一千七到兩千塊這個賬幅大概會多收多少錢 這個我們預算 預計大概是 七百到九百萬左右 七百到九百你是少算了啦 我跟你講局長你是 第一爆啦 我這試算表算出來有一兩千萬啦 你請坐 局長 市長 零零種種加一加 差不多 三四十億 可是我要跟局長你 我要跟市長你 講一個更可怕的數字 我先請教我們財政局長 我們財政局啊 我們葛擁企業大掌櫃 我們 每一年 我們的財政收入的稅入 今年來講 你財產編了多少 明年一百零零零 編了多少稅入收入 請回答 我講的是財產售價的部分 你講的是賣土地賣二十九億我知道 我們整個財政局主導我們這個財產收入編多少 你自己做局長你就不知道喔 我唸給你聽啦 六十九億 這個編明年度的 這個包括那些大投資案的權利金 這都你要賺的嘛 你準備要提供市賺的嘛 市長你聽的 去年編了多少 去年 編了五十七億 前年的決算是多少 前年決算四十億 你請坐 市長 我們一個財政局 前年的決算 幫高雄市庫賺了四十億 土地賣了多少 局長你講 請局長站起來回答 前年我們高雄市的土地賣了多少錢 20億左右 20億左右 超過20好多啦 你編二十九億啦 對不對 你請坐 你很會回答 局長 市長 四十億扣掉賣掉主產二十幾億 我們一個財政叫賺十幾億 結果剛剛我問了幾個局長啊 我們多收人民的這些稅付 收了快四十億 市長 這個難道是我們 高雄市政府要增加市庫的重要來源嗎 市長請你簡單答覆看看 請市長回答 我念數字給你聽了請你答覆一下 謝謝 黃遠很多指教 那不管是 市民的使用者附會 但是我們高雄市對整個殯葬的服務 對我們的市民最後尊嚴的維護 我們在這個部分是非常的努力 但是我想污水下水道的這個部分有一些 節水的部分 它越節水 越節水 我想它的使用 繳納的費用是越低 那整個公益大廈我想如果他們 不是維護口公益大廈 這個部分都是委託私人的公司 公益大廈它就給你提 本書出來比較不方便 所以它是委託公司去經營 那這個部分 我們的要求 本是202050 我們對他們的收費也有一些限制 如果市民朋友如果給我們市政府的垃圾車 來收費就是不用 使用這些錢 所以這個部分 收費的很多 要讓市民方便 使用這些付費 當然我們會覺得 當然付稅要怎麼很公平的正義 這當然是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部分剛才黃議員有說 我會跟其他地方的管制 和中央 如果說 市民這款的感覺 這個部分 現在限界段 整個社會經濟比較壞 我會跟其他的縣市跟中央 對於未來 你們也提到 明年 有可能的 這個部分都還沒發生 我們 希望 我們都很嚴謹 嚴肅 來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願意很深刻的思考 就在這個部分 謝謝 謝謝陳市長很正面的回答 市長 我想 我們是肯定各個局處 努力的施政 但是我要跟市長你說的是 小腹當然難為五米之催 要標地上權利金等等 賺十幾億 他打收這些錢可以收四十幾億 必然把八台台錢來做 做市場 所以我希望 市長你已經邁入第11年的市長 我希望在高雄市財政這麼困難的狀況 你在這個方面要更加大刀闊 而且市長我告訴你 我們黨團 對這個事情 更加不滿意的 我跟市長你報告 就是 這些所有增加的收費 高雄市議會 無權審理 我們沒有辦法表達意見 所有前面講的這些項目 都是送到高雄市議會來 備場 高雄市議會是一個橡皮圖章 你要收污水費 你要收地價稅 都是送來議會 我們備場而已 所以市長啊 高雄市議會 對有高雄市議會 到現在我相信 這隻反省啦 八成有關那些管理 尤其是六塊錢 高雄市議會在這幾年 既然都沒辦法感讀 我覺得市長你要好好思考 你們團隊一樣 要在市場 要怎麼來 比較好的一個配套 市長 你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請市長說明 謝謝黃議員 我不認為高雄市議會 是一個橡皮圖章 我認為高雄市議會 一向都是嚴格的監督 今天高雄市政府 依法 若干不管剛剛 對我們的殯葬處 或者是我們污水下水道的收費 都是有一定 法定的程序 如果公務人員依法行事 如果沒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沒有人敢這樣做 同時今天 我們任何的收費 納入預算 都必須在議會經過 大家嚴格的一個監督 所以我會認為 我們 法定的程序 我們一定要完備 我們納入預算 讓議會公開討論 議會 感到 你們 一日沒合理 我們尊重議會 市長 你說得好 因為納入議會民進黨三十八席全部是表決通過 在這邊國民黨黨還在這邊特別聲明 這幾項預算全部是表決通過的 我跟你講 民主政治check and balance 有行政跟監督 你們都是依法行政但是我們無法監督啊 我們連審理都不行 可是我們沒有這個機制嗎市長有的 叫自治條例 上述所有的收費 沒有一條是根據自治條例收的 只有自治條例才是高雄市議會 最嚴格的監督 市長 我再講一遍 只有自治條例才是高雄市議會 最嚴格的監督 不要挑戰自治條例 因為那才是法 你們所有的收的費用 都不是自治條例 所以市長我希望你們回去 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還是要好好的去檢討一下 是 所以市長 我相信從剛才我們黃紹廷議員所講的裡面 就能很明顯的了解就是說 我們一個好的政府要讓人民有感 是要幸福有感 而不是痛苦增加 所以拜託市長 好的政策我們繼續的推 但是不好的政策我們也要深刻的去檢討 還有就是 導致我們的黃議員 有特別講到 我們很感謝也很肯定市長 在520 之後 替我們高雄市去檢討到非常多的醫生 包括有一個 就是政治大紀元 我們的賀成蛋賀部長 特別下來的我們的鐵路地下化的預算 總共送給了我們高雄市 100多億的大利 我想 包括我們的原道設計的42億 這一塊 我知道因為這是我們的工務局 在處理的 那公務局過去也召開了幾次的公聽會 可是公聽會會裡面 我們聽到的東西 都是很片面的 而且我們聽到的英文就是 綠郎帶 水郎 跟自行車道 加速說40里的 只要拿來做這幾項東西的位 市長我覺得這樣的規劃 有欠 探討 有欠檢討 我希望說 一個好的 原道我們應該是要結合在地的文化 結合我們的 社區 結合我們的 等等 我們的商權等等之類的東西 我相信市長非常了解 自我做議員以外 我就一直在說我們的鐵路地下化的原道設計 我就一直在跟市府 一直在討論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 參考我們 包括台中的草物道 包括我們 別的地方的 一些設計 一些規劃 按照我們的 當地的 市民朋友的需求 來設計這條的原道 可惜我看到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設計好像都沒有這樣子 我相信我們的議長也非常清澈 因為我們整條的濾洋帶 71公頃 在我們的山明區是非常大塊的 我們的山明區一直以來 非常非常的清楚 當然在商圈部分 我們要依照商圈的規劃 好好的來規劃 在我們住宅區的部分 也要 即不能夠影響到 當地居民 的規劃來做設計 所以拜託市長 這一條是不是 請說明一下 謝謝 請市長說明 謝謝 非常謝謝黃議員 對我們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是高雄市 千載難逢 的一個好機會 我們 有些地方 沒有這樣的機會 高雄市經過很多年的努力 才有這樣的機會 我想它有15.37公里 大概整個面積 到快到72公頃 這個部分 他的工程會 那天 和賀城部長 給他 要求 說高雄市的財政 希望他42億 工程會 他們 整個交通部願意吸收 那另外一個土地的費用 我們請求 跟台北新北一樣 無償撥用 我想他的價值 整個無償給我們使用 也不算撥用 就是說 跟台北市新北市一樣 這樣差不多 有償使用 大概就62億 所以這個非常謝謝黃議員支持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建立好的條件 那我覺得對我們的發展 我同意要傾聽更多的民意 那我們這個未來 除了廊道以外 整個四周 能不能對我們各個地方的特色 還有商圈的繁榮 等等 我覺得一併來做思考 我們也非常的願意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會 來更多的一個 民間文史工作 民間公民團體 等等 大家的意見 我只是跟黃議員提到 這是很不簡單 也是我非常在乎 我希望我離開 離職 我還有兩年的時間 我希望這個鐵路地下化 至少在第一個階段的部分 我們能夠讓市民知道 看到我們的願景跟方向 謝謝 謝謝 休息10分鐘